你好,我是罗振宇 文明这个系列节目将会在2024年的2月28号上线 这个节目是每周一期,每期讲历史上的一年 从公元1000年开始讲起,一直讲到1912年 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计划,这一期工程干完大概需要20年 现在你看到的呢,算是一个前传吧 我想在这个节目正式上路之前,跟你聊聊它的设计思路 这一期我想跟你聊一个话题啊 就是历史事件它有对错吗 历史人物它有绝对的好坏吗 讨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聊文明这个节目对历史的观察视角 有个说法嘛,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说的就是后人总是站在自己的观察视角上 对历史事实做评判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很难 我做文明很多事没法下结论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官员贪污受贿这件事 如果就是论事 不用说啊,这肯定是错的呀 是当事人的道德污点 但是,如果稍微咱们把背景展开那么一点 你就会发现,嗯,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就拿古代来说啊 一个官员贪污的钱,他都能装到自己口袋里吗 有一句话叫三年轻之府,十万雪花银 这十万两银子全是他的吗 肯定不能 因为你能在这个岗位上捞多少钱 周围的人心里是有叔叔的 你要想坐在这个位置上 那钱就得拿出来大家分的 上级要送,下级要送 本地的要送,过路的也要送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 有一个官员叫张吉欣 他就写了一本书 叫《道贤换海见门录》 里面就详细的算了一笔账 他有一次被任命为陕西都粮道 管陕西一省的粮食和后勤 这是肥圈啊 但要命的是 不只是他知道这是个肥圈 大家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他从北京去西安上任之前 就得给各个部门的老爷们送礼 对吧 而且大家心里当时都有一本账 你弄到这么个大肥圈 大概送礼 比如军机处的要送多少 各部门上书啊 侍郎啊要送多少 送来送去 这人还没出北京城呢 一万七千两银子送完了 这钱还是借的 那你说这钱他会怎么出呢 当然只能到陕西上任之后 去贪污收贿啊 或者说好听点 就要收受漏归啊 从未来的那个灰色收入里面去除 那你说张极兴这个人 他不送行吗 还真就不行 这虽然不是社会的什么正式规范啊 但这是当时官场上的默契规范 你要是不服从 就等于是把自己驱逐出这个社会网络 所以啊清代的那些名臣 不管是曾国范还是左宗棠 甚至是名声非常好的林泽徐 你真去看史料 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收受漏归的啊 没有一个是没有灰色收入的 这么一说你对那个时代的贪污受贿 是不是也多少增进了一些理解啊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它说明什么 说明只要我们把视野拉开 把一件事情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内 更大的社会网络里去观察 我们的判断就会出现变化 你会发现没有简单的 绝对的是非对错的结论 对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啊 咱们不做封闭性结论 这就是我们文明节目的一个基本特征 请注意 不是说没有结论啊 而是我们要强调 每一个结论都是有特定边界的 如果换一个时间 换一个空间的坐标 这些结论很可能就要变 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了 那你还做个啥节目呢 啥结论都没有 我如果看了 我的收获在哪里呢 这些年我自己读书 我自己的体会啊 就是学会对所有的认知对象 都不做封闭性的结论 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就是一种进步 有一次呢 我问一位研究哲学的学者 我就问他 我说如果你给所有的哲学家 古今中外的啊 评个作词 你心里面的前三名是谁 他说前三名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前两名我知道 一个呢是柏拉图 一个是达尔文 哎 这个达尔文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的 通常认为他是个生物学家啊 我哲学家一共才两名额 你怎么还让一个生物学家 挤进来占了一个呢 对他的解释很有意思 他说其实人类观察世界 要么就是柏拉图的角度的观察 要么就是达尔文角度的观察 那什么是柏拉图的角度呢 就是理念论啊 简单说就是万物都是表象 关键在于背后的那个理念 那个本质啊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 每个具体的桌子 他都不一样啊 这个桌子和别的桌子都不一样 那请问当我们说出桌子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是那个背后的抽象的 本质的桌子 而不是这一张具体的桌子 所以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 经常嘴里会冒出这种词啊 你这个看法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你要通过表象去看本质 我们经常这么说话 这说明啥 说明我们从心底里认同 凡事都需要一个本质 都需要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可能没学过柏拉图的哲学 但是我们的心和柏拉图是通的 为什么呀 因为这符合人性啊 世界太分乱了 太复杂了 只要我们张嘴说 啥啥背后的本质是个啥啥 好了 世界立即安静了 我们至少可以假装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 比如说在历史上啊 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 你看本质得出来了吧 王安石就是壮志未愁的改革家 你看这个定义拿到了吧 李鸿章就是打出国际品牌的投降派 好了 这个人我们用这么简短的词 就给他定位了吧 对 记住几个词 就可以让我们对世界充满控制感 不好 这就是本质论 这就是柏拉图的角度 但是你想啊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达尔文 他就提出了另外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 在达尔文之前 世界万物 大家都是要追问本质的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比如说 既然上帝创造了狗 那总得有一个狗的基本模板吧 世界上所有的狗虽然美质不一样 但是总有共同特征吧 有那么一个叫本质性的狗吧 狗的本质是什么 大家都在这么追问 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来了 他提出了一个识破天经的理论 天底下没有所谓本质的狗 没有 每只狗 每一种狗 都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生物学特性 每只都不一样 每种都不一样 而且这些特性有遗传 也有变异 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一直都在变化 不要徒劳的去做什么结论 说它就是什么 任何东西 都是在一点点的积累着变化 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人类只好给它再起另外一个名字 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东西 你看 这是有别于本质主义的一种 全新的世界观 就是从达尔文这个角度看过去啊 我们身处的世界就是这么热热闹闹的 是想追求一种达尔文式的观察方法 去理解多样性 任何一个事物摆在面前 都是带标签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标签 世俗给过它的 好像已经板上钉钉的标签 咱先把它扒拉开 咱也不跟它抬杠 不否认啊 先把标签扒拉到一边 然后不断的提问 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事 那么请问它的代价是什么呢 大家都说它是个坏事 那么请问它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更坏的事的替代方案呢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当时还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方案 那么请问在长期的运行中 它带来了什么意料之外的结果呢 等等等等 我们就要这样问问题 比如说科举制度 如果非要急着得出结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个啥 可能两条也就够了 第一 科举制度让中国在古代就实现了社会上下阶层的流动 这是好的一面 第二 科举制度用非常僵化的考试方式 也埋没了不少人才 这是坏的一面 很多人可能在书上看到这两条 好的一面有 坏的一面有 关于科举制度 我们的认知 就此结束了 但是 如果我们文明节目 要说到科举制度 我们就要问很多问题 比如说 隋唐时期 这个印刷术也不普及 民间也谈不上有什么人才 大家都不识字嘛 对吧 那为什么科举制度 恰恰是从隋唐时期创立的呢 它从民间能够选拔到什么人呢 你看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还有 隋唐时期的科举 那么多作弊的行为 皇帝心里也清楚他们都在作弊 皇帝为什么不管 而宋代皇帝为什么要管 还有 用试卷考出来的官员 尤其是用诗文 这种考试形式考出来的官员 他们能有行政能力吗 为什么科举重诗文 而不重实物能力呢 还有 为什么实行科举制之后 官僚系统贪污腐败现象更严重了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你看 所有这些问题 我能给出来的都不是最终的 确切的答案 而是各种各样的解释角度 每一种解释里面 还可以提出新的问题 那是无边无言 无止无尽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达尔文式的观察角度 为什么要追求这个 因为说到底 求知不是为了回到我们熟悉的地方 而是让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对自己的期待 不是求知之后成为一个一成不变的人 一堆怀里抱着一堆答案的人 而是要成为一个比现在的自己更好的人 我们要求那个变化 话说 2003年 70岁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 在一次德国的颁奖典礼上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什么是文学 他说我有机会接触文学 那就是逃离庸俗的牢笼啊 逃离愚蠢的学校教育的牢笼啊 不完美的命运和厄运的牢笼啊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说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进入更广阔生活的通行政 没错 我们看历史也是一样 我们要的不是什么答案 更不是什么最终的确切答案 我们要的不过是一张进入更广阔生活的通行政 对 文明节目是我为你做的节目 也是我自己未来20年的学习计划 自我提升计划的框架 我要做的不是寻找什么答案 而是和你一起进入那个更广阔的生活 好 这里是文明节目的前传 它的设计说明书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